哈囉大家好 我是傑克 今天我們又回到了寶可夢大集結 今天的大集結有點不太一樣喔 我們今天不是要來看對局 而是要來看後續版本的拆包資訊啦 本次會先從現在的版本 近期的更新 到後來下一季通行證獎勵 和10月份的萬聖節活動 寶可夢大集結的賽季越來越短 平均時間是6週就一個賽季了 那麼這一季傑克爬到了1600分之後 就沒有多爬了 拿完所有獎勵就高歌離奇了 那麼下一季也即將到來啦 因為這一季是新地圖的改版 感覺大家還是對新地圖提亞蒼空遺跡不太熟悉 或者是遇到另一風局不知道如何應對 接下來的影片主要是後續版本的拆包分享 若不喜歡提前被爆雷的話請盡速離開 3 2 1 通行證的話我們先看一段小影片 這一段影片是從韓國的Pokemon Unite官方釋出的影片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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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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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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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的結果當中這兩個東西都會放置在通行陣裡面 傑克不知道大家收集徽章到什麼程度了呢? 我自己是有把物理輸出、特攻輸出以及一個物攻跑速的搭配 那麼徽章的部分我記得蠻多人做影片了 可以去搜尋一下就知道如何配置囉 好啦話題扯遠了 這幾個徽章罐是拿來做什麼用的呢? 我覺得官方可能覺得徽章如果只有放在能量轉單的話 好像有點難獲得 所以就藉由這種的方式讓大家能獲得更多的銀徽章以及金徽章喔 那麼銀徽章裡面可以獲得什麼呢? 可以獲得銀徽章或者是金徽章或者是金智的徽章罐 沒錯就是你在抽銀智徽章罐的時候 有機會升級成金智徽章罐 那麼金智徽章罐裡面就必定可以獲得到金徽章啦 那金徽章裡面的講詞又很大 我覺得布小補啦還不錯 這個信物品對大家來說都是好的 那麼通行證的部分呢就到這裡結束 接下來是下一個賽季 第七賽季呢 主要的配色是紅色 專家五間能獲得的寶可夢造型 訓練家服裝目前還不確定喔 或許是紅色的排位好手套裝也說不定 只不過我真的覺得 這個套裝從第三賽季開始一直拿一直拿一直拿 太多種了 感覺好沒有誠意喔 不過後續的大師1200、1400以及1600呢 的背景、邊框、貼紙就如上圖所示 喜歡的話呢就多努力的爬上大師吧 至於商店的部分呢 之前的夢幻是要依靠活動去獲得喔 在10月13號之後呢 會放回商店進行販賣 金幣的售價呢是15000 寶石的售價是575 在10月17號到11月16號 萬聖節的物品以及時裝都會復刻喔 那麼目前拆包出來的結果呢 都是會員價 就是你必須買寶可夢大集結的高級會員才可以喔 但是不太確定一般玩家到底能不能直接購買喔 可能會比較貴的價格吧 萬聖節皮卡丘的面具 會員價 114票的價格693 寶石的價格呢是69 萬聖節糖果袋背包 會員114票價格1386 寶石的價格呢是139 變裝派對套裝2021年的 會員114票14399 寶石的話呢是1439 在10月27號之後呢 會有另外一個派對套裝喔 是2022年的 這個套裝呢就只能要寶石購買喔 一般的價格呢是599 有會員的話呢是539 其他還有一些新道具 但是獲取方式還不太曉得 像是閃營王牌的南瓜帽啊 裝躺的南瓜帽 傑拉奧拉的背包 卡比獸的帽子 阿伯索魯的帽子 快龍的帽子 發掘風格套裝 另外還有我覺得還蠻好看的兩件衣服 一個是超音服的上衣 還有遊俠的上衣喔 至於還有一個東西 如果你有在追隨寶可夢大集結中文官方的話呢 之前有釋出一張圖片喔 就是這一張 旁邊有超帥氣的賈赫人蛙造型 但這個造型呢 沒意外的話 跟之前的萬聖節路卡利歐差不多價格 應該也要2000寶石以上了 商店的部分呢就這些 大部分的萬聖節活動呢 都會在10月27號的下午4點開始 之前的萬聖節快速對戰地圖呢也會復刻 簡單來說 這個模式 你的對戰道具呢 會變成投擲南瓜的技能 六道敵方寶可夢會掉落分數 想盡辦法獲得到分數 將對方的得分區灌爆吧 那麼接下來呢 會出三隻新的寶可夢 10月13號的皮可西 10月27號的索羅亞克 11月13號的勾魂眼 那麼這幾隻角色呢 目前都可以在測試服進行遊玩喔 可以去試一下索羅亞克以及勾魂眼 兩隻的技能組都蠻有趣的 好啦 那麼這次為大家整理的資料 驚不驚喜意不意外呢 我也是第一次嘗試做這種的影片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可以在右下角點個喜歡 訂閱還有小鈴鐺 那麼對於本次萬聖節的活動 您有什麼想法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區告訴傑克喔 我是傑克 我們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如果喜歡本次的影片的話 別吝嗇你的喜歡 給我們一個鼓勵 訂閱之後 記得按下小鈴鐺 第一時間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